中校局长的代表们还没解决 又深陷眼镜们 日前的网友陈希微波 在微博上就贴出了照片 称杨达才的眼镜超过了10万 网友陈希微波在微博上说 董行的网民发现 杨达才的眼镜是罗特斯的 这款镜价最低售价是13万8千元 还不算镜片 和表一样 他的眼镜也很多 比如这个这个 都是3.6万以上的奥克利 光是眼镜还没完 近日有网友发现 杨达才喜欢在左手腕戴各式手表 右手腕也没闲着 杨局长出现在公共场合 右手腕还时常戴着手镯 初步发现就有八幅照片 有网友笑称 哟 手表是跟儿子换着戴的 难不成这手镯是跟儿媳妇换着戴的 说完了眼镜和手镯 再来看看杨局长的西服 昨天又有网友爆出 他一套定做的意大利阿玛尼西装 竟然价值5万元 有网友调侃 杨表哥真是浑身都是宝啊 日前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 汪玉凯就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 正是因为目前没有官员财产的公开制度 网友才会对官员佩戴的手表 抽的昂贵香烟 穿的品牌衣服 这样的感兴趣 汪玉凯教授指出 目前的相关规定中的公开 是对内公开 还缺失对公众公开的财产申报制度 他建议呢 应当建立在什么范围内当领导 就在什么范围内公开财产的制度 比如说 县领导的财产呢 就应当在全县范围内公开 以此类推